午安 您好 我是戴佳怡 欢迎收看UDN TV 1500新闻抢先报 马上您抢先掌握联合晚报头版焦点 首先关心今天公布了第二波 也就是9月的实价登陆资讯 和8月的数据比较起来 高价区和重化区有涨有跌 相较于8月行情 整体房市是以回跌居多 而且同一个区域登陆的豪宅房屋 和市场价格差距最多达到了3到4成 举例来说 第二波的实价登陆资讯 也就是今年9月份的成交资料 在16号顺利于网站上开放查询 为了记取上次网路频宽 不足以负荷流量 导致塞车的教训 内政部提升司 除了运用云端技术 加强网路频宽以外 也将交易总价与平均单价的资料 用图文的方式取代 来限制特意大量抓取资料的使用者 霸占一般民众的浏览频宽 考量到资案与法律问题 若要整批复制公开揭露的实价资料 就必须经过内政部的付费申请 校服导也解释 因为必须收费 资料正确性的问题 也需要时间来检视校正 下个礼拜一就10月19号 会把这个批示档来提供做下载 因为我们揭露以后 8月份整个揭露以后 就发现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地政司会把它下架 然后重新修正再上网 如果说我们整个提供出现 当然既然有收费应该要更正确 也希望说有一段期间 经过大家的检视 真的完全正确 我们才来提供重新修复制 经过付费申请过后 取得的整批资料 将以e-sale的方式呈现 而费用的部分 萧辅导也说明 是依据政府资讯提供的 收费办法来订定 取决于资料的档案大小 收费区间为2000到6000元之间 经济日报杨文旗图又任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